您现在所收看的是非凡商业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谷海洋凡我是王孟平 首先呢欢迎大家扫描我们的QR Code订阅非凡商业台YouTube频道 我们所有内容都会在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更新 那美国FED现在如预期的宣布降息一马 而苹果在上一季的财报公布出来也优于预期 这两大重要事件的结果揭晓 台股本周看来还是维持金金涨 那么很多股票都大涨一大段了 29年新高的台股有哪一些股票根本它没涨到 会不会涨会涨什么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做掌握 首先为您邀请的是黄汉诚分析师 汉诚好 孟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谢明哲分析师明哲好 孟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礼拜看到新台币再度升破新高 而反映的是联准会今年的第三度降息 那么资金持续往亚洲进行移动 今天我们 decided to lower the interest rates for the third time this year we took this step to help keep the U.S. economy strong in the face of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to provide some insurance against ongoing risks overall we've seen moderate growth a strong labor market inflation moving up to trade developments we have that phase one potential agreement with China which if signed and put into effect could have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rade tensions and producing uncertainty we just touched 2 percent core inflation to pick one measure just touched it for a few months and then we've fallen back so I think I think we would need to see a really significant move up in inflation that's persistent before we even consider raising rates to address inflation concerns 好看来这台币的升势不止 台股的多头不止 这个礼拜看到台股依旧是在创下新的高点 而来自于在券商勾会的理事长 他们认为说这12682历史的高点 在年底之前就可以看到 包括证交所的总经理简历中他也说 台股现在本益比其实还不贵 所以要请教汉城老师来看一下 大盘在这个礼拜依旧进行长 但是贵买开始在高档一些强整了 的确其实过去这一个礼拜 台北股市是属于金金涨的一个行情 可是在礼拜四来讲反而是冲高之后 然后尾盘来讲是杀下来 最主要当然就是刚刚提到了 这个理事长也提到 哇12682不是高点 甚至有人还看到13000点 似乎有一点点这个市场上一些 比较看法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 所以会有一些震荡 而这指数走完了没有 我认为是还没有 刚刚提到了不管是资金的一个行情也好 台币持续的升值 外资是持续涌进到新兴市场这一块 所以台北股市来讲我认为接下来 就到选举前应该都还有行情 可是选举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 可能你就要做减码的一个动作 最主要当然是在于说 整个这一波的资金行情拉升上来之后 搭配的是选举的一个行情 那总统大选来讲的话其实政府做多 可是到大选之前 差不多半个月来讲的话 就会有一些所谓市场上落跑的一个资金 虽然这几天来讲的话 看到贵买市场是比较弱势一点 可是是毕竟来讲只是内支的一个调节 那不代表全部的一个调节 这边要看的可能还是要看外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外资这一波从8月底以来 买超上市的股票就差不多2200亿左右 那刚刚提到理事长也提到本益比 现在台湾本益比是15倍 不过我们估出来差不多应该在17倍 所以就差不多15到17倍左右而已 并不高 国外的本益比来讲的话应该都超过20倍以上 所以台湾的获利表现来讲都还不错 那殖利率差不多在4%左右 所以反而以这样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伊朗还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 其他来包括像转单的一个消息 主计处估的今年的GDP来讲超过2.46% 所以也高于其他的一个国家 因为毕竟中美贸易战争影响到了 各国的GDP都是下降的 尤其是四小龙这一块来讲都很多 包括像香港也好 又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街头抗争的一个问题 连新加坡都在所谓的平盘附近 那台湾可以维持到2.46%来讲 算是非常好的 而且四小龙之冠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经济都还稳在这边的一个成长 加上选举的一个行情 应该在这边来讲都还有机会往上持续去做的推升 只是说震荡向上的一个同时 台北股市现在的特径是什么 它两极化 一个是投机的在涨 一个是具有投资的在涨 可是问题是投资的 外资把它推升上来 下不来 很多人不敢去做追高 那投机的股票来讲 很多是没赚钱的 而且还在赔钱的也在涨 那很多人又买不下去 变成说有这样两极化的一个情况之下 形成台北股市来讲 其实有一点点的一个隐忧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一个投资 我认为第三届财报来讲 还是要寻找好的股票 就既优成长的股票 我相信我们最近的连线来讲 都提到这一点 低位接 然后有成长的股票去做布局 应该还是以现在操作的一个策略重点 所以其实真的难下手 这涨的股票非常两极化 不知道该从何来做起 所以刚刚讲到说 这大盘的部分 万点这一波看起来很强 但是有一点点寂寞 并不是说像过去一样 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所以明哲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有人去算说 现在如果台股的指数 扣掉台积电贡献的影响 其实只有8500多点 没有错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以最近这几年当中的一个万点行情来看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指数能够维持在万点之上 其实跟台积电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我们以这几年可以看到 上一次应该说这个这几年当中 第一次看到万点应该是2015年的4月 那时候的高点是1011次 但是我记得应该只有一天的时间之后 它就掉下来 所以当时的一个台积电股价是147块 好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当时的指数回答 事实上台积电它其实并没有有那么大的一个贡献 这礼拜要300块 对但这个礼拜其实已经飙到300块钱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过去这一波行情 的确从1万点到1万1000点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当中 对于台积电而言 它的贡献的确是非常大 因此我想后续的一个行情 当然短线上面你说要大幅度 去做一个往下去做修正 去跌破1万点这样的关卡 机会应该是不大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知道说以台积电的一个发展来看 虽然说到这个礼拜的时候 开始好像占荡300块之后 有点那个开始做拉回的动作 但整体而言 因为包括它的法说会提到的是 第四季大概可以成长9.6% 虽然说跟市场原本预估的大概10%左右 稍稍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 但整体还是维持成长 而且在整个五奈米的一个市场当中 他们其实也是大幅度超越竞争对手三星 所以换句话说呢 台积电的股价只要没有呈现 大幅度转弱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指数的角度而言 都还是能够维持在万点之上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所以看到这在指数的部分 跟台积电密切的正相关 那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就要来看咯 大盘在这一次登峰造极 但是有什么股票大拖 对它根本没有涨到 那重点是年底之前谁会涨呢 那重点是年底之前谁会涨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